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善书跟佛书 说过在台湾的人呢,有很多的机会接触到注印善书跟佛书之类的事情 很多人会发心注印这些书籍 但是事实上并不了解善书跟佛书对人真的有什么帮助 我们现在就恭请圣言法师针对善书跟佛书的定义 为我们做一个明确的诠释 许多的人把善书与佛书是混起来讲的 没有办法把所谓什么佛书啊,善书啊分开来看 我们看到在本省呢,民间呢 有好几个团体是专门在印善书 那么在山书的之中呢,就有佛经 比如说心经啊,金刚经啊 但是呢,他们也不一定全都是印的佛经 比如说印的台上感应片呢 还有呢,还有呢,一些呢,圆坛上面出来的 一些呢,这个啊,一些经,或者是呢,一些诗,一些歌 那么也有呢,把孝经呢,也当成呢,这个善书来送 所以善书里头呢,包括无教的东西 包括道教的东西 包括呢,佛经,佛教的东西 那现在呢,有的啊,变成五教共和了 这个哪里五教啊 如是道耶回 五种教 那五教共和,但是五教的东西,他们都拿来去送 或者有人呢,侦合着五教的这个观念 这个地方超一点,那个地方这个取一些 就变成一本书,那也变成叫善书 那么另外呢,现在呢,也有一些呢 他们呢,自己写了,也不是从鸾堂上出来 自己呢,看了一些善书之后呢 自己就得,哎,我也可以写啊 那,写出一些东西来 那,不是佛教呢,也不是道教 那,是,是,是而非 每一样都像,但是每一样都不像 那么这一些书,也叫做善书 所以说现在台湾呢,送这个善书的人相当的多 那是谁来看呢 哦,有的是有人看 有的是根本没有人看 有的人看的人 大概是中年以上的人啊 这个年纪大的人啊 会看那些东西 那么年轻的人呢 毫无宗教知识 常识的人 接触到这种东西 好奇,或者是 哎,要想追求一个宗教的时候 也会看这些书啊 但是看到这些书以后 大概很不容易成为一个佛教徒 呃,那么我们现在在讲佛书 或者是佛经是什么 佛书呢 包括释迦牟尼佛讲的经 释迦牟尼佛讲的经 释迦牟尼佛之后 编印的叫做大政修 新秀大政杖 这个是啊 一万多卷 一万四卷 一万多卷啊 那么在我们台湾呢 现在到处可以看得到的啊 另外呢 历代的高僧 以及呢 历代的军事 学者写的 有关于佛教的东西 讲的佛教的东西 有的是诸解 有的他们自己呢 诸书、历说 那么这些都是叫做复书 比如说现在 英雄大师 有一套妙云集 那我自己有一套 叫做法谷全集 那都是几十本书 还有一套太绪大师全书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台湾呢 有好几家出版社 专门出复书的 专门出复书的 这个出版社 出版公司 他们呢 出的就是佛教的书籍 这个叫做复书 那么我们现在讲 一般的散书和复书 是不是要把它区分 区分开 在我来讲的话 这个很难啊 这个佛教徒 可以把它区分开 但是呢 非佛教徒 你要叫他规定他 金刚经是我们佛教的 你不要硬啊 清经是我们佛教的 你不要硬啊 不可以啊 甚至于我的书 比如说正行的佛教 这样的书 也有的送上书的人呢 他拿去 这个我不好意思叫他倒印 他就没有得到同意呢 他要大量的印 印了以后呢 他也送人 那你不能够说 这个他犯了什么法 但是以现在的版权来讲的话 他是精神了我的版权了 我要告他 他就要赔赏了 但是呢 今天呢 我们佛教徒来讲的话 应该呢 看佛书 而不需要看那些善书 善书有它的功能 就是重视于人的一个伦理道德 所以说儒家的这个五轮呢 要将就我们人与人之间 要将就品德了 要将仁义了 那这基督教要将爱了 这个都不错啊 但是呢 要纯粹的是佛教究竟是什么 那么一般的人 看上书的人 就觉得一切的宗教 弄虚厚了 宗教宗是好的 没有个宗教不好的 新的那个宗教都是一样的 这个呢 因为就是看善书 而传生的这种观念 真正的看到佛书之后 他知道佛书 佛教是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 佛书跟善书是不一样的 那么看到真正的进入佛教 而看到真正的 这个比较入门一些的佛书之后呢 也会发现了 这个佛教 和基督教是不一样的 跟道教也是不一样的 跟儒家的思想也是不一样的 要不然的话 佛教就变成没有了 不一样是不是排斥他们呢 没有 是道用他们 而涵盖他们 而超越于他们 这个是啊 就是佛书 我劝大家呢 都要反对上书 希望能够啊 选择佛书来看 在人类社会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彼此勾心斗角的现象 也使人呢 争食物 争地盘 现代人呢 争荣誉 争权力 争地位 可悲的是 文明社会的人类 为了娱乐 赌博等原因 而使人跟动物相斗 或者呢 动物跟动物相斗 比如像斗牛啦 斗鸡啦 斗狗啦 斗蟋蟀等等 为了满足人类的娱乐需求 而使这些动物 血肉模糊的重伤 或者是死亡 我们应该如何来遏止 这种残忍的娱乐呢 我们现在就恭请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像这种残忍的娱乐啊 也不是今天开始的 在古代的社会 有些帝王 或者是有些将军 有些有钱的人呢 他们也会去打利 叫做受利 那么这种风气啊 一直到现在呢 我们这个人已经是进入二十一世纪 快到文明和社会的时代 但是呢 像这人的人性呢 并没有改变 人所谓万物之灵 结果呢 因一带动物啊 来取乐 消遣 找刺激 消磨时间 这是非常的不仁慈的 人之所以为人呢 并不仅仅是因为 两个腿站起来 而身体要直着走 除了头脑比动物更好之外呢 应该呢 在人性上面就要表现出啊 仁爱的心 慈爱的心来 那才是真正的人 如果人呢 仅仅是啊 头脑比动物聪明 而能够驾驭动物 能够啊 想出种种的方式 来扭带动物 这是非常啊 不理性的 也非常啊 最残忍就是啊 摄取了人性的一种啊 这种行为 那我们副教徒是希望 所有的人啊 人与人之间都能和平相处 人与人之间 必须互相的关怀 人与人之间都想 都要互相的啊 敬爱啊 那我们才能够得到幸福 可是我们的人如果经常呢 跟动物斗 斗这个斗智啊 比如斗牛 看起来好像是斗 斗力的 不是啊 它是斗巧 斗智 牛是斗牛 人是一个聪明的人 拿了个剑来斗牛 那牛一定败的啊 这个牛有没有刀 牛也没有一个智慧的头脑 怎么斗 到最后斗力量而已 人不是给它斗力 而是给它斗智 所以人的智慧 为什么要斗动物 人的智慧用的来 对啊 人类 对世界 奉献出啊 更多的幸福度好 为什么 找刺激 另外呢 凡事啊 这种血热模糊的这种啊 斗争的残杀的场面呢 会造成观众 一种残忍的心灵 小孩子也好 少年也好 青年也好 甚至于到老了也好 如果看着有多 以后呢 他们虽然自己不去斗 总觉得这个斗是正常的事 虽然自己不会下场去跟动物斗 但是总觉得斗得很痛快 所以人的这种慈悲心就没有了 人就是人性的最美好的这部分呢 就被污染了 所以我们呢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讲 和人呢 怎么会忍心呢 这个在杀他以前呢 就要他们在斗 在吃他们以前呢 要他们在互相的斗 或者是让他们直接 这个伤害的那样子的可怕 那么西方人呢 是爱好动物的 这些人士啊 所以如果打狗 就是牛带动物 把那个鸡掉起来 抓到他腿掉起来走 那是牛带动物 但是他们吃不吃鸡呢 吃 这个如果是把猪绑起来 就抬着走 那就是牛带动物 但是他们吃不吃猪肉呢 它跟吃酥骨一样 它的意思是说 我们还没有吃它以前呢 还是要斗动它 要就杀掉 杀掉了以后 一刀杀掉 它并没有那么的痛苦 不要这个 这个慢慢的牛带它 但是一张不在的立场来讲啊 既不能够杀它 也不要吃它 更不要挑逗它们 让它们来斗 我们呢 人和人 你挑拨它 两个人在斗 不管是斗嘴也好 斗字也好 不管是斗什么 斗气也好 斗气也好 都是啊 友善慈悲的 要彼此和谐做好 人与自然要和谐 动物与动物 让它们本身呢 能够和谐 我们人与动物 也能够和谐相处 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和平了 那一界的和平 是要从我们内心开始和平起 我们内心呢 没有那种残忍的心 没有那种找求刺激的心 那我们就不会啊 让动物斗 我们也不去看那些动物斗 我们呢 也不会啊 鼓励人家 甚至于呢 劝人家 这个动物的斗啊 而要他们不要斗 那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世界啊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子动不动 拿着小手枪啊 这个没有子弹 你就用打水枪 这个或者是用紫做的子弹 这个打 那个打 小孩子很小就拿着 砰 枪毙你 这不得了啊 小的时候已经枪毙人了 那么大了以后怎么样 说这些多是呢 对我们这个儿童的教育 是心里的这种 一种伤害 为什么不叫他们文明一些 不叫他们慈悲一些 不叫他们爱人 而叫他们杀人 说这一些呢 我想啊 我想我们这个社会 大众啊 要共同来努力才行 现在科学文明越来越发达 破坏大自然的现象 也越来越严重 原始森林的面积逐渐缩小 再加上人类因为贪婪 而捕杀野生动物 使得野生动物 已经渐渐的濒临灭走的边缘 你现在呢 我们就恭请圣言法师 针对保护野生动物 为我们开始 本来的野生动物啊 和我们人类啊 自然的环境 因为生存的世界是互相的帮助的 在世间一定是相生相克 它一定的有调节的作用 人类的数量 和动物的数量 如果不成正比了 那我们这个人类就有问题 这自然界都是啊 有一定的啊 因果的关系 我们破坏的有多呢 在表面上 在时间好像是我们得到的多 实际上啊 破坏就是破坏 破坏的有多 我们所要付出的呀 代价也有有多 对动物来讲 我们 这个世界上 在原始的动物 到现在为止 有好多好多已经不见了 又产生了一些 心理品种的动物有没有呢 好像也有 但是呢 心理动物少 旧的动物啊 心理动物出现的是少啊 旧的原来的动物减少的太多啊 不管是站在哪一种角度来看啊 我们必须要保护啊 保障啊 原有的自然的环境 自然的环境分成两 两类了 一种啊 所以自我的自然环境 另外一种 所以动物的自然环境 自我的自然环境 如果没有动物的自然环境来配合的话 那种植物啊 那个植物啊 也会变成了一个 好像是阴朝地府那样的东西了 对人类不会有好处 如果站在副教徒的立场来看呢 众生都是平等的 所有的众生都跟我们呢 同在一个世界上生活 就好像是在同一个 佛国净土里边的菩萨 是相同的 有的人认为说 老虎应该不是菩萨量 多舌应该不是菩萨 那其实不一定的 释迦牟尼佛啊 在内瑞晨佛以前的过去世 无量计之中啊 他曾经呢 以不同的种种的人的身份 以及动物的身份 来行菩萨道的 有的时候是啊 像 有的时候是鹿 有的时候啊 是鸟 在不同的时间 在不同的需要的情况下呢 他有不同的呀 形态 形象 出现 那都是菩萨 因此 我们呢 作为一个 副教徒来看 这个世间的所有的动物啊 毕竟是人 是未来的佛 现在的菩萨 就是所有的众生呢 也可能是 现在的菩萨的化身 未来一定会成佛 现在都是菩萨 我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他是菩萨 所以我们呢 看了一群动物啊 都应该爱护 我们人呢 能够吃的东西是非常多 人生产的 用人工生产的 各种植物 我们是够吃的 为什么还要吃那些老虎啊 这些东西去呢 还有我们中国人呢 希望啊 希望啊 把一些 吸增动物的 身体上面的 一些啊 零件 当成了药 来治病 其实 世界上 很多东西都是药 看看我们是怎么来用的 不一定呢 是动物的 这个 身上的零件呢 才是 器官呢 才是我们的药 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药的 那我们 也要保护我们这个世界的 进化 人性的进化 不要以虚荣性 来啊 吃 或者是来杀害 来 寻养 那些啊 吸增的动物 应该呢 自然的就是自然的 当然 站在妇教徒的立场啊 慈悲是更重要的 我们人要求生生存 在不危害我们人的生存的原则之下 所有一些动物应该让它 有生存的权利 我们现在的人呢 可以用种种的预防的措施 使得一些动物不会来惊害我们 我说我们发骨山的蛇 都蛇蛮多的啊 我们发骨山的蛇是听懂话的 我们发骨山的出家的 不光是女众男众啊 看到了蛇给它讲话 那些蛇正是听话 我们抓它的时候 它不会咬的 所以是在我们山上的蛇 是非常可爱的 是毒蛇 但是陌生人都怕它 所以我们叫它 有陌生人来的时候 你不要出来啊 你躲起来啊 他们就不出来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山上啊 毒蛇还没有把人家咬的 这个咬坏的人也还没有 所以这一点呢 不要说毒蛇猛兽可怕 实际上人呢 比毒蛇猛兽更可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